其實夢想和勇氣是掛勾的 從小到大我很幸運我知道自己喜歡音樂 但跟很多其他家人都一樣 就是他們會覺得音樂很難做 這行業很難走 又不知道會怎樣 這是真的 其實你每一步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在音樂這個業務裏面 但是那四年時間我去認清自己 去決定辭了這份工作的時候 我有一個很強的感覺 是因為我覺得我在浪費時間 還有我覺得我是不開心 我會飛行的時間應該放在我的創作上 我就決定要去辭職 如果你現在問我 我是完全沒有後悔過做這個決定 當然你去追你的夢想的時候 會遇到很多很多困難 尤其是如果你喜歡創作 在香港 那是一條很困難的路 還有 真的去全程投入音樂的時候 我是跟自己說 你做什麼都好 但一定要關音樂事 我當時就做很多免費的表演 跟別人做很多免費的和音 做什麼所有關於音樂的事我都做 其實當時是很好的訓練 我玩過爵士 玩過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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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很多不同的音樂 去做 那一天我認識了我監製書文 就真正正地做我自己的創作 做幕前升了歌手 我現在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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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了很多的創作 去將自己所經歷的每一件事 每一個感覺 去寫在我自己的歌裏 其實是一個技術 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 我現在的階段 其實現在的階段 是真的去我自己的心情 做一些我沒做過的事情 which is like 跑馬拉松 這些是以前覺得 哇很辛苦 我那些人欺負奧運 這麼厲害的 但我完全不會接觸 但現在會去 just go out for it just to feel what it is like 其實你每一次做一些 你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去做的事情 你都會有一些得著 I'm sure 你們每一天都會經歷這些 現在來說 我是 very happy 就是 好像我自己的音樂 會跟一些不同的人合作 或者是 可能 project給你們的 feelings 又不同 那 Richie's I think is a very happy life Navigator is a move 夢想是校園遊 將會有我Ager 來到中文大學玩school gig 一班新聞 及全部學院的同學 還會把我幾首歌 變成一個live的劇場版 記得11月16日下午6點 來到新亞書院 圓形廣場看show 免費入場 到時見 做個月